有时还记得,至孙宝第一个喜欢的人叫白晶晶 为了成全他和紫霞,他留下一封书信不告而别 信上说,此生我允许你付我三次 再见时,他已是孙悟空,他已是白骨精 其实,白骨精拼命想杀唐僧,只是想让至尊宝摆脱取经人的命运 后来的故事,大家都知道了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大家不知道的是,孙大圣曾默默流着泪说 金金姑娘,我已付过你三次 愿你莫再念我 你管他那么多,上天安排的最大吗